娱乐圈就有这样一类人 没有什么作品也没有自知之明 就在节目上担任评委或者导师 大部分这种综艺居然还能够活起来 也真的让人惊讶 这样没有实力的却依旧能够成为 博人眼球的综艺看点 无代表作的孟美琪却成为演戏导师 即使没有一部代表作的孟美琪 却也不妨碍她一本正经地教别人演戏 曾经孟美琪冲上热搜的不雅事件 对她自身也产生极大影响 在事业生涯也产生了更多阻碍 但如今却还是能够正常地出现在观众事业 却没料到孟美琪却在综艺中担任 起了演戏的指导导师 先不说她是否是演员出身 她本身是没有一部代表作的 这样的导师压根就没有什么资格 对综艺中的学员进行指导 在综艺的教学中 孟美琪更是有教学学生进行演戏交流的名场面 在综艺中对学员进行指导时 孟美琪向三位学员进行眼神变化的展示 孟美琪先后展示了深情和绝望的眼神 并且说到这两个眼神之间 眉头是有细节变化的 面对孟美琪拙劣的演技 学员只好不说什么 只点了点头 看破不说破的样子 节目一播出 罪名场面就冲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开始嘲笑孟美琪的演技 在之后的演戏生涯中 孟美琪也仍然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吐槽 在电影中的哭戏简直就是让人脚趾扣地 只打雷不下雨 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来 孟美琪主演的电影 我心飞扬中边哭边吃的片段 更多引起更多网友的吐槽 本来是可以充分展现演技的一个片段 毕竟大多少电影中的边哭边吃片段 都是十分有感染力的 而孟美琪在其中的假吃更是冲上热搜 演技差就算了 假吃不敬业就说不过去了 这部电影的监制徐珍和男主下雨 都夸赞孟美琪十分能吃苦 也经常受伤 结果网友爆料 孟美琪拍摄的80%的高难度戏 都是使用的替身 在朱仙中的小伤口都要拿出来营销半天 最终这部电影毋庸置疑票房极低 孟美琪的在演员之路也是十分艰难 不过她也确实没有尽力 也缺少老一辈演员的敬业精神 和对电影热爱的精神 不过 孟美琪也确实戏外演戏比戏内族 要说她演技最炸裂的 还是在国外综艺中被问国籍时 孟美琪犹犹豫豫不肯回答 最终还是扭扭捏捏地说出是中国人 但又马上补充道 自己是韩国歌手 这演技炸裂时刻都快连自己国籍都忘记了 在综艺中对学生进行了指导聊聊草草 学生面对她的教学也十分无奈 孟美琪却丝毫无自知之明 还是在媒体前总是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苦难 半灌水还想叮当 喜欢凹尽夜人设的她 还在名誉之子中学员滑水时 哭着说自己今天都是努力得来的 说从来不会滑水 在节目中指导学员唱跳时她亲自上台做示范 结果音乐一响第一句就没有唱出了 孟美琪赶紧尴尬笑笑 对比学员刚刚的唱跳 她作为一名导师甚至还不能够比得过学员 不过娱乐圈中这样的无实力评委还有许多 不只孟美琪一个没有唱歌实力却还做评委的杨幂 曾经的《名誉之子》成为大家都爱看的综艺 热度也十分高 节目中你与春和吴清风评委都受到了观众们极大的喜爱 两位老师也是十分专业 在对比之下 同样作为评委的杨幂就被网友吐槽了个惨 杨幂对唱歌压根就不了解 更何况还说演员出身 不少网友在看完《名誉之子》的前几期后 对杨幂的表现后纷纷表示很无语 更何况杨幂自己本身就唱歌的问题朝黑不断 她的唱功实力究竟如何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本来唱歌就不能让大多数人欣赏 当年杨幂演唱自己的电视剧《公所心域》的主题曲《爱的供养》时 就曾经遭受到过不少网友的质疑和吐槽 现在也是经常拿出来被人调侃 歌曲高潮部分修音的痕迹十分严重 杨幂也与许多演员艺人一样出过几张专辑 但都丝毫没有热度 就算有也不是因为音乐本身 而是靠她自身的话题热度 其实杨幂在娱乐圈里演戏虽然不是太厉害 但是总体上客观评价也说得过去 毕竟现在的演艺圈车祸现场比比皆是 而且她在商业发展圈前那真的没得说 经纪公司也是开得风生水起 但是人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想拥有 唱歌再怎么说真的算鸡肋 就算是娱乐公司想让杨幂做个话题吸引下眼球 也总该认清自己横两下实力不是 靠杨幂的知名度要做好的综艺导师当然不难 但就偏偏选择关于歌唱选秀的综艺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曾经杨幂在晚会上假唱的行为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在发现杨幂唱歌的口型和当时的歌词都不一致 杨幂始终无法回应 这也算是失垂了 不过想起来都让人尴尬 许多网友吐槽道 每次《明日之子》中当游选手表演之后 都是吴清风或者李宇春仙发言 点评也是一针见血 两个人的发言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 而杨幂则只是会顺着其他两位导师的话说下去 并且只会说到无关紧要的地方 而现场的观众则是笑笑不说话 如果是这样不专业的评价 即使是任何一个素人都能够说上来的 那邀请杨幂的意义在呢 毫无唱歌经验却独嘴的丁泰生 嘲讽周杰伦方文山 骂哭萨鼎鼎 从歌坛巅峰批评到歌坛流量 作为娱乐圈嘴巴最毒的乐评人 名不见经传的丁泰生究竟是什么水平 毕业于唐山农校中专 年轻时推出过个人单曲2500年 网友对这首歌的评价只有粗俗不堪四个字 曾经丁泰生竟然靠着无师自通的音乐水准 成了摩登天空的唱片企划 如今最出名的草莓音乐节也是丁泰生建议出来的 也许就是这样才给了丁泰生对歌坛下毒嘴的底气 丁泰生真正走上毒蛇的道路 还得从骂哭萨鼎鼎开始 丁泰生在天赐的声音中 停价萨鼎鼎的歌声僵硬和角柔造作 破坏了歌曲的完整性 还和评委张韶行互对道德绑架 他的话给萨鼎鼎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导致萨鼎当场落泪 后来萨鼎鼎重新清唱 毫不费力地就唱出了高音 丝毫没有刚刚丁泰生所说的角柔造作 即使丁泰生毫无优秀的作品 却对专业歌声随意挑刺 而丁泰生骂哭萨鼎鼎这件事 却给节目组和他自己带来了许多热度 可能就是这一刻起 丁泰生似乎找到了成名之路 丁泰生也就立下了毒蛇的人设 时不时就在社交平台发表一些博人眼球的话语 随后人们发现他造谦就在社交平台上对多名歌手进行批评 比如说张杰又土又没文化 骂张一星的爱连说不伦不类 不仅仅是这些歌坛巅峰 就连一些网友在他账号上发生质疑或者批评 立马遭到丁泰生的拉黑 于是众网友便扒出他的作品 《远山葡萄》和《2500年》等作品 发现他的某些歌曲不堪入目 诸多不雅字眼 丁泰生给自己解释说歌曲主题是中国2500年 变幻不停 但只有吃喝拉撒没有改变 这样一番解释 真让人一笑大方 不过一个靠着批判别人和发表恶评的评委 人品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 没有实力也没有专业素养 全靠情感和博人眼球进行点评 之前就有人曾经给丁泰生送过一个综艺混子称号 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丁泰生更多时候就是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工具人 节目组就是利用他喜欢攻击别人的特点来制造话题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如今他也已经因为不正当言论被封杀 其实大多数没有实力的评委都是节目组请来作为博得观众眼球的流量演员 在节目中的作用就是获得流量 但如今的综艺环境变化很大 评委确实需要一些真正有实力的艺人 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 比赢得观众的仁价 再次,J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